也希望在军方与明代的合作下 能让土地不荒废得到有效的利用 相较之下大理区则是为了土地不足而烦恼 大理中心路上的观光夜市自开幕以来 算限了许多民众前来逛夜市 不过因为停车空间不足 造成附近交通打劫 游客居民更是抱怨难停车 希望解决一味难求的问题 有明代就建议结合邻近的 公有停车场及市场用地 以BOT的方式来新建多用途停车场 对此市府交通局表示乐观其成 并且允诺会让市府获利最大化 并做好防避措施 地方明代会同市府交通局长 前来东农路跟新光路的公有停车场会刊 因为临近大理公共夜市自开幕以来 每到假日停车位是一味难求 引发不小的抱怨 因此地方希望将公有停车场 及旁边的市场用地 以BOT方式来新建成多用途停车场 拜六礼拜 参听车场的市民 市委的车队 市委的车队 车队都没车出去 这样看有需要吗 拜六礼拜想起来四五万人 我们是感觉说 如果说停车八百倍 夾拼四天用地九百贵 农中一千几百贵 如果多目标多功能使用 可以去十几楼 十几楼天佳 在我看要留几楼 以后也能做卖场 用这商场 会多目标使用 地方希望引进民间资源 在这里开发多用途停车场 但也有议员担心BOT后 市府跟市民都无法互议 希望整个过程公开透明 更要做好防闭措施 那如果说我们在努力 也许一百零六年 我们就可以拿到金费 我们也能来盖 那这个地方如果留下来 是就是旗监府自己来建议 自己建议自己建议 那这个是永远是市政府的地方 市政府在规划的时候 一定要朝这个透明公开 公正的一个方向下去处理 让我们的市民真正的 能够获得这个以后BOT完之后 建设完之后的一个最大的利益 市府也表示 自行兴建停车场需要一亿九千万 但因为停管基金不足 明年确定没请兴建 更不敢打包票 未来一定有钱盖 而只要民间业者有兴趣 都可以向市府提出BOT计划 而市府对此乐观其成 就民间在商言商 他会算到他可以接受的这个门槛 那这整个的程序 从一开始起案 到最后的这个程序 照乐观的评估 大概要将近两年 才有机会开始来挡这些事 因为他这个所有的法定程序 都是法令规定的 市府也进一步说 会依照程序对外公开 云诺会让市府获利最大化 不过因为每块土地的容积限制不同 将会在邀及地震 经发建设跟交通局 来进行跨举处协调 最久來秋风台中采访不到 他没跟他有机会